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B 我好像很久沒有和大家吃東西了 因為這次上班多了, 拍多了非人生活 之前的餐廳又經常開又生 今天就趁著舅仔生日, 爸爸請吃飯 我們今晚就去吃鐵板燒 就是來我身後這一間 就是這一間位於 8241 Woodbine Avenue 的 Cokea 日式鐵板燒 剛剛就是正正貼著大家都很喜歡的 Costco 那個 Plaza 旁邊 我記得我幾年前自己生日的時候也來過 他那時候就叫做Cokea 現在就變成Cokea 不知為何呢? 不過不要理會他餅乾也好, 總之好吃就行 如果大家以前有去金田村吃鐵板燒的話 你進來這裡一定會很有回憶 因為會見到很多面前的師傅在做事 我們今晚來, 其實最主要是嘗試右上角的餐 40元一位 有魚, 有蝦, 有帶子, 有肉, 什麼都有 其實價錢是非常划算的 唯獨是一定要8個人以上才可以叫 其實這裡也提供了很多不同價位的餐 由20-30元一個到幾百元兩個人都有 視乎你自己喜歡吃什麼 如果有興趣看看餐牌的話 自己可以在這裡停一停看一看 基本上每個人一坐下來 桌面就會有這三樣東西在這裡 就是一碗麵士湯 一個野菜沙律 和一碟醬 由左邊開始就是一個芝麻醬 中間就是一個海鮮醬 而右邊就是一個調味的醬油 另外我們的餐還跟一個天婦羅的前菜 包括一隻天婦羅蝦 蝦的大小都算正常 它是一隻圓隻的蝦 就不是用魔術刀 左拉右拔 這樣硬把蝦拔長它 所以吃下去也有圓隻蝦的感覺 就不會碎濕濕 另外就是粉漿也不算太厚 正正常常 而且我喜歡它夠熱 不是炸了放在一邊 然後凍著給你那些 那碗裡面其實還有一塊炸番薯 和炸芋頭 但是因為它們是把天婦羅的醬汁 滴在碗裡面 那你吃完一隻蝦之後 那兩塊脆脆已經淋了 另外就是之前提過的野菜沙律 配上一個酸酸甜甜 也有咸香味的沙律醬 和一個正常常的麵豉湯 其實我整頓飯很多時候都掛著拍片 所以倒下了頭 一抬頭一望 原來鐵板上面已經有這麼多東西 左邊隱隱約約看到的 就有一些炒雜菜 然後剛剛師傅翻的就是帶子 另外還有一些三文魚柳 是一人一塊 然後右邊有些蝦 首先上桌的就是兩片新鮮帶子 通常這些調味都會比較簡單 例如用牛油和鹽就已經完成了 盡量可以保持海鮮的原本鮮味 我看見有兩片 所以用一片就試試調味的醬油 看看吃出來的感覺會如何 大致是非常鮮甜 而且師傅煮的時間剛剛好 不會煮到柴了 還有少少透明在裡面 超棒 還有調味的醬油 還有少少酸酸的 所以吃起來也很有趣 然後再抬起頭看下 已經有多了兩隻老虎蝦 和一個三文魚柳 是原件的三文魚柳 其實都真的挺大塊 老虎蝦的尺寸不算太大 不過盛在沒有雪藏味和有鮮蝦味 而吃下去的口感都挺淡 所以都OK的好吃 三文魚柳夠大塊又新鮮 絕對沒有腥味 而且都切得OK的厚 所以吃下去的口感都不錯 還有調味方面 通常都是鹽、胡椒粉、檸檬汁、牛油 離不開的幾樣東西 如果你喜歡重味一點 或者淡口一點 其實師傅是絕對做到給你的 吃完幾樣海鮮 接下來就是肉類 而在肉類方面 包括了5盎司的雞腿肉 和3盎司的安格斯Street Loin 在牛扒方面 當然師傅會問你喜歡多少成熟 我自己一向都喜歡Medium Rare 不知道大家喜歡吃多少成熟 其實鐵板燒真的很適合一家大小去吃 尤其是小孩子 因為有這些看法 懂得著火當然好 但最重要是要好吃 首先最基本的就是 師傅做得到你想要的成熟 而第二就是 本身這塊肉肉味很香濃 Street Loin 一向肉味都比較香濃 還有就是非常軟 沒有渣 還有吃完是有回甘的 大家看到這兩塊肥嗎? 我不記得叫師傅留下 他禮手就幫我扔了 好了 傷心完了 我們去吃雞 雞就是用一個日式照燒雞的方法 你看到那些雞皮煎得非常香焦 所以吃下去雞皮還是脆的 超級好吃 另外還有一件事 可能會令你勾氣一些回憶 他這個日式照燒醬汁 其實就是在甘田村 原裝正版地搬過來這裡用 所以你吃下去 絕對有以前那種味道 鐵板燒也有單味 而他們的單味就是這一碗很常見的 安格斯牛肉粒鐵板炒飯 鐵板燒我想最大的特色就是 當然他在你面前煮 第二就是他們的師傅 懂得很多一些技巧的東西 例如玩一下雞蛋 轉到零空三層樓 然後扔下來一刀就刀爛 然後有些懂得玩一個洋蔥圈的火山 很多不同的東西 所以為什麼小孩子特別喜歡吃鐵板燒就是這樣 其實當晚在桌子的另一邊 是一位小朋友的生日 我見他整晚吃得非常之開心 拍到一隻手掌都爛了 我見到他這麼開心 我自己都吃得很開心 通常來到這個位置 我都不太吃得下 爬兩口我就已經飽了 因為其實你吃了整晚 如果你吃完所有的東西 一定夠你吃 飯粒炒得夠乾身 醬油又炒得夠均勻 所以色水看起來都挺好看的 另外就是夠熱和有陣陣的鐵板香味 所以這碗飯其實是好吃的 好了吃飽飽了 雖然吃飽飽 但是也不太暖到身 因為今晚實在太冷了 又是零下二十多度嚴寒警暴 這輪的天氣實在太反覆 所以大家真的要注意身體 其實總括來說 這裡的鐵板燒就是快快快 因為他們的服務效率是非常之高 如果大家比較喜歡坐在這裡慢慢吃 聊聊聊天的一種 可能這裡的節奏對你來說 就會比較趕一些 而在食物的份量方面 一定夠吃 以我們今晚這個餐為例 40元一位加稅連貼士 其實50元一個人已經可以做得到 所以以鐵板燒來說 有這樣的食物份量和質素 加上服務和速度 我覺得是合理的 好啦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喜歡的話 就記得訂閱讚好留言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